眼前这个大发神威的女人 正是天下第一高手明月公主 在神医长春的治疗下 她终于稳住伤势恢复了五成的功力 然而她刚刚回到驻地太白居 就得知了一个噩耗 她带来的六个明月公弟子死了四个 还有两个不知所踪 江湖中每个势力都有召集弟子的方法 身为顶尖势力的明月公 自然也不例外 只见明月来到一座石桥之上 运起魅力召唤出无数的花瓣 花瓣以明月为中心 化作一道花瓣龙卷风 在不二城中很是险目 正在和小鱼外出游玩的紫燕 见到花瓣龙卷风的瞬间惊喜万分 紫燕一直躲在不二庄中 苦等明月公主的下落 如今明月公主用落花纷飞召唤 紫燕自是迫不及待前去会合 小鱼跟在紫燕的身后 见到长春和明月公主在一起 当即调侃起了长春 明月公主和紫燕相互慰问一番后 说出了还有一名弟子活着 紫燕也告诉明月公主 她并未见到东维的尸体 想来东维见到落花纷飞 定然会前来与他们两人会合 果然就在半个时辰后 明月公主在不二城的城外 见到了身受重伤的东维 幸好有神医长春跟在身边 及时将东维带到了一座尼古庵 用银针替她稳住了伤势 东维醒来过后 将她近些天的遭遇说了出来 几天前明月公主离开 她外出购买日用品 结果回到太白居时 发现兰奇杀死了四个同门姐妹 东维深知自己武功低威 不是天门三奇的对手 于是决定偷偷跟在三人的身后 探查出天门的老巢所在 等待明月公主回来报仇血恨 不曾想她找到了天门的分舵 天门的人也发现了她 这些天门的弟子武功高强 最低也是江湖中的三流高手 而东维虽然是明月公的清传弟子 可也不过是一个二流初七 根本不是这些天门弟子的对手 被这群天门弟子踢下了石桥 明月公主先是遭到天门的暗算 差点死在天门三峰的手下 门下的弟子也死伤惨重 对天门可谓是恨之入骨 如今从东维的口中 得知天门分舵的所在地 明月公主当即带着紫燕 来到了天门的分舵 公主好像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所有的地方都可疑 不如你说的没错 这一定是天门的分舵 确定这家正良米庄 就是天门的一个分舵 明月公主自带出场客校 无数的花瓣从天而降 天门分舵的舵主 一眼就认出了明月公主 是明月公主啊 你们是天门的人 上 明月眼见天门弟子杀来 并且魅力将花瓣当作武器 把这群天门弟子击飞了出去 一个个身受重伤 没了反抗之力 这群天门弟子很是硬气 不愿说出天门总舵的位置 全都咬碎了牙齿中的毒药 蹊跷流血暴毙而亡 小鱼见状提出建议 不如去米庄内搜查一番 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有用的线索 奇怪的是 小鱼刚刚进入正良米庄 便如同在博尔庄的禁闭一般 不停地打喷体 找到了天门的独门武器天雷轰 天雷轰 天雷轰是天门的独门武器 听说是以西域特有的炸药粉制成的 那些炸药非常易燃 而且爆炸力惊人 是一种很可怕的武器 正良米庄是天门的分舵 有天门的独门武器并不奇怪 因此众人都没有放在心上 随后众人再次搜寻 找到了米庄的一本账簿 上面没有记载任何有用信息 只有一个日期八月初八 八月初八 是 赌帮联邦大会举行的那一天了 好 到那天天门的人一定会到 那我就手中带吐 一血前耻